各国的舰艇从侧面看起来几乎都是一致的灰色 但如果我们来一个上帝视角 画风就一下子变了 俄罗斯军舰的甲板居然大多数都是红色的 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 它是一种含鲜防袖器的颜色 军舰防袖 这不用再过多解释了吧 它不是一个用不用的问题 而是一个怎么用的问题 俄罗斯的军舰要防袖 难道西方的军舰就不防袖了吗 那为什么他们的甲板就不红了呢 因为他们把红色的防袖器 给遮起来了 大多数时候为了有一个统一的外观 西方的军舰会在防袖器上再涂一层灰色的油漆 使甲板和剑身看起来一个色 而在另一些时候 他们还会进一步使用一种呈现出深灰色 或者是黑色的防滑涂层 总之就是不让红色暴露出来 相反俄罗斯就没那么讲究了 红色就红色 只要能够防袖就可以了 统一它能够帮我战斗力翻倍吗 而且暴露的红色底气 相比起更加明亮的灰色反射出来的光线更少 使水手们在阳光灿烂的甲板上走动时 更不容易受到炫光的影响 维护翻新起来也更加的便宜 你只需要铲掉一层气就够了 而西方的舰艇 你至少要铲两层吧 最后我再补充几句 外观美不美这些东西 大家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谁说统一的色调才好看呢 我觉得红色的甲板也很帅嘛 所以不排除人家俄罗斯这么做 也是出于不同的审美标准的 你看这两树啊 左边的光红级巡洋舰 只有顶层甲板保留了红色的原色 而右边的击落级巡洋舰呢 这是整个甲板都留成了红色的 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为了审美嘛 上个甲板 brinc políticas 他是最主动的